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大多数游戏其实服务器是没有跑动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观点还是认为说 动画和渲染和特效一样 它是属于表现的层次 只要客户端看就可以了 那有限的几种需要动画来参与的逻辑呢 比如像打击部位的判定这种 我们服务器不跑 但是客户端还是有动画的嘛 对不对 我们让客户端来进行这样的判断 然后呢 把结果发送给服务端 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 OK 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以前常念游戏的做法 但是这种想法有个前提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的网络必须是可信任的 但我们实际的网络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这张图是Peter Stenner在1993年 发布于纽约客上的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被认为是 揭示了互联网环境的复杂性 在互联网上 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互联网环境非常的缤纷多彩啊 这种多彩呢 一方面给网络游戏的发展 提供了随物的土壤 另一方面 它的复杂性也给游戏开发者 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其实并不关心说 玩家究竟什么背景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特点我们不关心 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其实是 玩家用不用外挂 对一个交手型的游戏来说的话 一旦使用外挂 那么它对游戏的公平性的破坏 几乎是毁灭性的 我想前段时间 吃鸡大火的时候 应该有不少人 就是因为外挂太过猖狂而退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有效地防止 或者说反外挂呢 其实是有的 一个有效的方法叫做服务器权威 它的思路其实很简单 外挂是通过劫持游戏客户端 来实现一些非法操作的 但相对于玩家的客户端来讲 我们的服务器是在机房里的 机房是经过非常严密的保护的 一般的外挂的开发者 他也很难接受我们的服务器 但如果我们把关键的逻辑 都放在服务器上面 客户端仅仅作为一个 指令的输入者的话 那么可想而知 我们就可以防止 大部分外挂的操作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其中一个玩家使用了外挂也好 或者他感染了病毒也好 他向服务器发送了一些非法的请求 或者修改了一些非法的数据 那服务器如果有完整逻辑的话 那服务器立马就可以识别出来 他就可以及时地把这种 对数据的篡改 给禁止掉 那对于别的玩家来说 依然是安全的 这样就维护了 游戏连机环境的公平性 OK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客户端逻辑 扳到服务器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大多数游戏没有这么做呢 其实现实总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里一张图我简单画了一下 游戏各种不同系统 它的开销的 这样一个展示吧 它的横坐标是什么 游戏的某个系统 它的数据量能到多少 它的重坐标呢 是这种属性要更新的频率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像等级啊 像装备啊这些信息的话 它的数据量相对比较少 而且它的更新频率 也相对比较低 那像技能啊 或者说一些状态之类的东西 那么它的更新频率 就相对高一些了 然后呢 它的数据量也会相对大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很早期的服务器 那其实只会 保存比如说等级信息之类的 后来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服务器就开始 开始保存比如说 你的装备信息啊 你的技能信息 那动画在什么地方 动画在红色的位置 它具有非常庞大的数据量 和非常高的更新频率 这两个轴相乘的结果 才是某个功能 对于算力的需求 可想而知 动画对于算力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什么意思呢 就算如果说我们简单地 把动画从客户端 挪到服务器来 服务器的话 在没有优化的情况下 会导致服务器直接跑不起来 这就是现实 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游戏 没有在服务器 开启动画的原因 那有人说 我们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算力的价格 其实是在下降的 对不对 我们的CPU越来越强大 对不对 我们的核数越来越多 那有没有可能说 技术的发展带来 让这个服务器动画变得可能呢 这种想法我觉得 也是非常有洞见的 我大概收集了 最近一段时间来 服务器就是每条县程 它的成本的一张图 我大概收了三年 三个比较典型的年代 2007年 2016年 和2020年 因为这三年呢 刚好也是三款典型的 射解游戏的 发布的年代 可以看到 从2007年到2016年 我们服务器 就是CPU单线程的成本 大概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而从16年到201年的话 这个成本 更是降到原来的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看一下 2007年发布的 穿越火线游戏 那么它的服务器就几乎是 服务器没有跑任何动画相关的东西 而到2016年的守望先锋 它的服务器 不能说它完全跑了动画 但是它跑了一部分 它的服务器知道动画状态的 什么意思呢 服务器知道这个角色 我当前是跑 还是跳 还是吃放技能 但到了2020年 发布的瓦洛兰特 它的服务器 是完全跑动画的 什么意思呢 它会完全计算 角色在服务器上的状态 就姿态 它会算出来 他们的组成 在分享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确 我们这样做 就是为了反外挂 因为服务器只有有了 非常全面的动画信息 我在判定售击的时候 才不至于被客户端的外挂所欺骗 我们看到 随着技术发展的话 服务器动画的 就是逻辑的 执行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应该说 还是比较喜人 是说最近的一些游戏呢 已经开始 尝试在服务器上 跑动画了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我们看看 我们既然要在服务器 跑动画的话 那我要优化它的动画 开销对不对 那么业界产业的方法 有哪些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动画系统的开销 有哪些部分组成 对于一个动画系统来讲 它其实可以认为是个系统 它接收外界的输入 然后更新内部状态 最后计算出模型的姿态 大概分成上面的三个部分 首先输入部分的话 一般就是角色的速度 或者说角色状态 你当天我是在释放技能也好 还是在做什么也好 那么动画状态呢 比如角色的速度变化了 那我可能从一个 idle 静止的状态 变成了一个跑的状态 或者说从跑到跳状态 这样的变化 最后再由这些状态 来计算出的姿态 姿态就是从每数k的帧里面 我们来算出角色最终的样子 那么这三部分的开销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明显 明显的是姿态部分的开销最大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还记得那张图吗 我们评价一个功能开销 可以从它的数据量和频率 两方面来计算 那么姿态更新 明显是说它的数据量非常大 因为每根骨骼都有朝向旋转和位置 这么多的属性 而且它几乎是每帧都要变化的 所以这个红色的这么多的占比 其实并无意外 我们业界常见的优化方式 也正是针对这一块进行的 比如说常见第一种 最简单的 最直接了当的LOD LOD它主要是减少了动画的数据量 比如说我们服务器跑动画 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来判断兽机 对不对 那有些客户端用来表现的一些骨骼 其实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披风 头发这种 对于判断其实毫无作用 那服务器可以不跑 把这些剪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服务器LOD的一种思路 一种做法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 像里面红色框里的这些骨骼 对于服务器判断兽机 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们就把它给去掉 那这样一般可以省到 20%到30%这样的开销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除了减少数据量之外 还可以减少数据的更新频率 对不对 那么基于事件的姿态更新 就是我减少姿态计算的频率 比如像瓦罗兰特 他们的技术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发现 我一个角色 什么时候需要计算我的姿态呢 一般来讲 只有当我被击中的那个瞬间 我才需要计算 我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 只有当我被击中的瞬间 我才计算模型的姿态 这种的话就极大的减少了 姿态更新的频率 OK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的惊人 它可以把姿态更新的开销 从84%直接降到9%这么少 基本上你做到这一步之后呢 OK 我们就说 业界的水平大概 平均水平大概是这样子吧 做到这一步 你就可以在服务器上来跑动画了 可能会有一定的开销 但是不至于说完全跑不起来 所以这就是业界 我们常见的一些优化方式 OK 我们下面看第三部分 从上面途中我们可以发现 我把姿态更新的开销降下来了 对不对 降到9% 然后呢 这时候最高的开销是什么呢 动画状态的更新 走跑跳的那种更新 就变成了11% 它就变得更突显出来了 OK 但是如果说一个角色的 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动画逻辑 非常的复杂 那么导致状态机的话呢 也会非常的复杂 那这份开销可能还会超过 我途中的11%这样的占比 那这个时候如何优化这种状态 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了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来讲述 如何来优化复杂的状态机 OK 我们先看一下状态机是什么样子吧 又以为例来介绍一下状态机的样子 它首先呢 它里面有一些状态 状态呢 比如说走跑跳 我从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Locomotion 就是我的移动的状态机 有一个原地 在地面上的一个状态 Idle Walk Around这样一个状态 有起跳的Jump Start 有一个呢 在空中 循环播放的Jump Loop 它落地的Jump End 这样一个状态 它们之间呢 有一些条件连接起来 比如说 我角色同空了 外面条件说 角色下一个课要同空了 那我就会 改变一个条件 让它从 在Idle状态 跳转到Jump Start状态 我起跳之后 起跳结束呢 我开始在空中 开始循环播放一个 在空中的动作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所以它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 Final Translation 意思是说 我从当前状态 来找一个可能的跳转条件 第二部分呢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的话 有一个跳转可能发生 那么 我就执行这个跳转 执行完了之后呢 两个状态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 过渡 那我还要更新这两个状态 大概是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 那这三部分的开销占比 是怎么样的呢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发现 第一部分就是 我来寻找一个可能的跳转 和最后的状态更新 状态过度的更新 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开销 所以我们再来 优化这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选取这些 开销更大的 我们先看一下 简单说一下 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和尝试是说 我们从哪些方面去优化 这个状态机的更新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可以优化状态的过度 就是 跳转之后的话 两个状态的过度 我们可以优化这段 第二点呢 就是 我们的状态跳转 每次都要计算一个条件 为真我们才跳转 对不对 为假我们就不跳转了 我们可以优化 这个条件的计算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每次的话 你们都是要判断 我的所有条件 有哪些为真 哪些为假吗 对不对 那这个频率是不是可以降低呢 还是刚才那张图 对不对 我们既可以降低数据量 也可以降低频率 大概这个三个 三个方向 我们接下来会一条条讲 第一条就是 状态过度的优化 还是以这个简单的 locomotion为例 我们这里面 我选取的是 在空中到落地 这一段时间的 这样一个状态跳转 那我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我原来的角色在空中 它还在那里 不停地拨一个 一个循环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它要着地了 OK 那这个时候 因为两个动作之间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就是我们不能让它顺切 对不对 中间就会有一个过渡 那这个过渡呢 就有方法了 就至少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叫做 我上一个状态 我的权重呢 逐渐地降低 下一个状态的权重呢 逐渐升高 那这样两个角色的权重 会出现一个交叉 所以它有个形象的名字 叫做cross fed cross fed 那大家就发现在 过渡过程中呢 它的两个状态的权重 都不为零的 所以你就必须更新 这两种状态 那如果说这两个状态中间 又嵌套了别的状态机的话 也是一定都要更新的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有的引擎 称它为invidiator模式 或者叫做 有一个对应的话叫做 inertualization这样一个模式 它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 假如我现在还在空中跳 下一个我要落地了 我怎么办呢 我把空中掉的那个状态 给它拍一个快照 然后直接就不再更新它了 接下来呢 我的下一个状态的权重 逐渐从零升到一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就像下面那张图展示的那样 我们只需要更新下一个状态 就OK了 那这样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状态跳转的时候 我的开销其实是降了一半的 因为我只需要更新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优化之后呢 它大概在update state 就是状态更新这一块 它会降低大概10%的开销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它其实对逻辑没有影响 它是一个无损的一个优化 那我们状态这个过渡这一块 状态更新过渡这一块 我们方法就是这样子吧 我们下面看看第一种 第一个部分就是 寻找一个可能跳转的条件 这个部分怎么来优化它 OK 我们看这个部分怎么优化 这里面呢 还是以优异为例 还是以从空中到落地 这段时间为例 那么我怎么来决定说 我接下来下一步需要着陆了 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写个条件来判断它 那这个条件呢有两种写法 比如上面的写法呢 它直接接收了一个布尔直 对不对 这个布尔直如果是处呢 那我就跳转 对不对 那下面的写法呢 它其实是写了一个表达式 这表达式是说 我通过判断我的速度 速度是不是变化了 来决定是不是跳转 那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有区别的 根据优异的官方的提示呢 这两种方法的效率 大概会 它会相达十倍 其实这里的原因是 倒是比较简单 第一种使用 直接使用布尔直来判断的话 它在编译的时候 因为优异的蓝图 它是要编译成 最后编译成一个可执行文件的 那么如果是用第一种写法的话 简单布尔直这种写法 那么编译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本地代码 如果你们第二种写法的话 那么它编译成是虚拟机代码 要经过蓝图虚拟机来执行 才能判断最终的结果 那实际引擎的话 如果你不用优异 也会有一样的问题是说 因为这个条件 你有可能不是C++写的 你有可能是Python 或者说是Lua这样来写的 那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因为脚本语言的话 相比于本地 像C++这样的本地话的语言的话 它的性能本来就是低的 那如果说 我们过多地使用了这种 不是本地话的这样语言 这样条件的话 那就会给状态机的更新 造成很大的性能开销 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判断 把它给变成本地话代码 对不对 你可以用人肉去 去把它给移过去 对不对 人肉地把这些脚本的代码 移成C++代码 对不对 你就获得了一定的性能提升 对优异来讲的话 你可以用它的Nativization这样一个工具 来自动化地把它的蓝图代码 变成本电话代码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有空可以研究一下 OK 那这个大概会有多大的开销呢 对于动化状态机来讲的话 这开销其实也会带有10%的性能提升 这个可能跟我们所想的 你想10倍的开销 那我优化了10倍 为什么我的整个总体 它只能优化10%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说 那个10倍仅仅是蓝图的执行 对优异来讲 仅仅是蓝图的执行 和本地代码执行的开销 但是状态机 它是一个基于节点的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执行还是依赖于节点跳转的 那导致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你没法像优化一个语法术那样 直接把某些节点给裁剪掉 所以它的优化其实 在对于状态机这样的情况来讲 它有优化 但是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高 大概有10%左右 那我们还有没有 对不对 更进一步的 更有效的优化方法 其实我们下面就是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还是状态跳转那部分 它的频率 比如说像左边上面这个状态机来讲 我们每一帧的时候 我们都会判断说 我当前状态有没有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我可以跳到别的状态呢 对于左边的话 这种的话 每个状态它只有一个 一个指向外面的箭头的话 那它只要判断一次 对不对 那对右边这个状态机来讲的话 它就复杂了 它的idol状态的话 它有三条路径可以跳出去 那它每一帧更新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把三条这个条件 全部判断一遍 然后我们又发现是说 我状态机在什么时候 才需要跳转呢 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我角色正在 在那儿不动 其实它不会跳转的 只有当玩家按下了 比如说按下了跳跃键 或者说按下了一个行走键的时候 我才需要来 把这个状态机发生跳转 对不对 然后 玩家的输入的频率 其实一般是非常低的 比如说顶尖的运动员 电竞运动员的输入频率 也就每秒钟大概7赫兹 这样子 但是我们服务器的更新的频率 可能是 每秒钟可能是30赫兹以上 我们发现在这里面 我们就有了一个方法 来降低这个 跳转条件测试的频率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进一幕分析我们发现 其实跳转条件也是分成两类的 一个类似的是呢 它依赖于玩家的输入 像这种条件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优化掉 因为频率 本来玩家输入 就没有那么高的频率嘛 对不对 我们用一些方法 来省掉它的更新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条件呢 它是依赖于动画播放进度的 像这种呢 其实是 暂时我们是想不到 什么好的办法来优化它 因为它本来就依赖于 每帧的动画 往前推进的程度 但是即使是 优化玩家的输入这一块 也已经能得到 很好的性能提升了 我们看一下 几句话的方法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说 我写一个很快的方法 来判断 玩家的输入 有没有发生变化 就是 我的条件变化了没有 如果没变化 那我根本不用测试了 对不对 就像刚才IDOL 突然有三条箭头 出向外面 但如果我判断 三个条件都没有变化的话 很快地判断 可以catch一下 对不对 判断catch 是不是还是可用的 那这样 如果说它catch 还是可用的话 那我就直接跳过去 就可以了 那这样可以 立马就可以来 省掉大部分的一个 跳转测试的一个开销了 OK 所以 你做法 还相对比较简单 那对U1来讲的话呢 U1会比较复杂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U1的动画状态机 它是一个动画蓝图 那么蓝图意味着什么呢 相比较那些 状态机纯粹是逻辑结构的那种情况 那种有些引擎 它状态机 它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结构 那样我们来 判断某个状态依赖的一些条件跳转 其实相对容易一些 但U1的话 它会编译成一个 它是一个蓝图 它会编译成一些蓝图的字节码来执行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可以通过编译原理的一些方法 我们分析这个蓝图的依赖结构 找到它的语法节点 然后来分析它的依赖性 然后呢 找到依赖条件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里面提供一个 相对比较取巧的方法就是 这种依赖条件 其实我们可以人工标注 其实它并不复杂 比如说像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是否在空中这个条件 其实人工来标注 其实相对更容易一些 比如说我当前是jump loop 我在空中还在那儿 不停地循环 那么它依赖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我下一个 是不是已经着地了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条件 给标注在这个状态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在蓝图编译的时候 利用这些标注 就更容易把我们的 优化代码给插进去 这样我们最后生成的代码呢 就是优化后的代码 这样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可行的一个办法 然后也比较容易实现一个 蓝图这样一个优化 但对于其他的引擎来讲的话 如果它的状态机 本身是一个逻辑结构的话 就是它仅表示逻辑结构 它没有像动画蓝图这样 这么复杂的话 你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 来实现这一步跳转的优化 那么这部分呢 其实它的优化还是挺可观的 我们的测试大概会 有70%的优化 那这样一看的话 我们的动画状态过度 优化带了10%以后 对不对 我们的跳转的优化呢 优化了70% 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状态机的更新的话 它的性能开销 大概只剩下原来的70%了 这是比较好的 因为什么呢 它并不影响逻辑 完全不影响动画的逻辑 它只是让状态机跑得更快了 就剩了一些不必要的计算而已 这个很好 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器 可以跑更多的角色了 服务器的算力没有那么高 也可以省钱 对不对 挺好的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 服务器动画的一些 未来的发展的展望吧 服务器动画按照我们 现在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 它其实好处是非常多的 虽然我们现在 真正在游戏中 使用服务器动画的游戏并不多 但是趋势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 比较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因为它可以提供什么 更公平的一个 联机环境 对不对 而且呢 它可以实现一个 更细致的交互 比如说服务器一旦有了动画之后的话 服务器的角色它就是活的 对不对 它就是不只是一堆数据了 它有姿态 它可以进行更复杂的交互 我们现在提上的所谓的 云游戏也好 云宇宙也好的话 我觉得你大概很难想象说 云宇宙里的东西是没有动画的 对不对 而且呢 那对于服务器 性能优化来讲的话 我们前面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 优化了状态机的跳转 我们优化了姿态的计算 但是呢 我们做的其实并不彻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动画的话 按照我们的 传统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讲 它还是一个基于真更新的 就是每真我都会来 Tick它 对不对 这其实类似于轮巡了 但是服务器的话 我其实不需要Tick 对不对 那服务器就干嘛呢 我们觉得比较彻底的一个优化 其实是要完全地实现 动画系统的 事件更新的驱动 那这样的话 服务器只需要 计算它所需要的数据就可以了 OK 同时呢 我们知道服务器 虽然越来越来越强大 但是服务器呢 它的性能 其实还是有个上限的 那当服务器 它的性能不足以支撑 这么多动画计算的时候 它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动画的分级 自动分级机制 让服务器不至于雪崩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做得非常的完美了 那服务器动画 可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好 OK 本次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